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获了这样一名奇葩驾驶员,面对民警的质疑,这名老修居然还称自己爱美,每天修没有,但最终,矿连难以自圆其说,当天下午5点50分左右,南京交警报答对民警,在软件大的附近,拦下一名驾车男子,交警发现该驾驶员安全带没有戏,还边看车边看电视,驾车男子杨某自称驾车拿出去申请网约车了, 身份证没带,紧接着就熟练的报了一个驾驶正号,民警比对警物平台上显示的照片后,总觉得有些不对劲,杨某见民警有所怀疑,一字不录的爆出与驾照对应的户籍地址,民警现场为杨某拍了一张照,在比对证件照,发现了其中的端倪, 原来驾照上面胶片的眉毛又宽又龙,而他自己本人的眉毛是又长又细,交警就问他为什么,该男子抽,自己是为了美观,每天坚持修眉毛,一个模样憨厚的男子哈,为了爱美,会每天修眉,听到这荒唐的借口,交警也哑然失笑,杨某现在也无法隐瞒, 最终承认驾照上的男子不是他,而是一名长得相向的老乡,他本人根本就没有驾照,目前交警已经将杨某驾驶的车链扣留,而他无证驾驶的行为,被处以2000元罚款,15日以下行政拘留,来源,江苏城市编辑。